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客家新闻插资 今天一块四两个转体有着关心台湾农亚北美类 行政区年代通过的自由禁止释放期提供条例作案 抗理会经理管理前点效忠的方向 却会救测释放期 简单来说 如下提过经理内却转期 排除提管税两位以外 无论人料 人签 办审品 也算审品 提供机会出现650Q管税 包括关注的中国百报上市的工农产品 按照政府用反投来做利益 用好事会花生来做一个政策的设计 不过反投农团很够稍微 中国的反投卡在全世界三两个商品职业 在用高烧的价格生涯来 不但为大级国内的反投营业 人拜计MIT 韩国有可能是在台湾做 人料三美台湾的 同时既然会做四方期 都不允许做考案 先对一十点做设施 包括有九十甚至九十个价 在很多四方期下 没有这规范在东西的 不过去从中期政府一定有信心 都不允许收拾的设计 今天这准题是用反投做利益 调解反投农的商法 反投生涯会输到的存在 韩国政府用来问 用来依防可能会有的问题 经过客经浪不讲反投投出来 既然传到天一台新作六点好的饭条状 都行在照顿路法律里做 正在美国 多日下将它打造烘虫 七个草饭条 产贵的品质 你看 然后用生海盐去做 它没有咸 整体脚盆的饭条 加糖加盐落那条 整体脚盆脚盆的饭条状 稍后来多多去去渡航 调到绵绵的饭条状 和它状 整个人做饭条状 传来不是加疼其他麦的东西 煮成饭条流通流淹落去 很简单 稍后去渡舌 渡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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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渡舌 土地增值的关系 渡舌 渡舌 现在都是在彰化 方苑 土库 婉重 圆掌 渡舌 不要吐太多想不到 三千元 人家人家卖肉杆 赶快 今晚才看不到 基督 渡舌 渡舌 最早再许 如今 仅可能 不如 负业 原原权 他们不愿意 六秒通常都很足够 曾经没有华谷 政府Q年代 通过 自由禁止 失败的特别条例 作案 在開封全世界的食品加工燃料 不是關稅的經驗 包含飯糕採用的更自身總括 百百產生產農產品 其實人有得到 仍在減少使用台湾菜鐵的飯糕 他們都在抱怨 說如果真的進來的話 就會直接影響到我們這邊的農民 尤其是我們園長鄉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靠這個花生 然後他們這樣子過來的話 花生價錢會比較低 這樣就影響到我們的收益 要一包一包 那張榜下來 帶好個頭部的飯糕 準備要拖出來做適用的飯糕 本副原來的最多被撲 雲林出山的飯糕 騎台台灣中山龍的百分之百色 原來騎台雲林中山龍的百分之百色 全向一般卡卡農地的中飯糕 我們這邊要有利潤的話 要每台金35以上 這樣子對農民有利益 如果太高的話 我們加工業也不太好做 如果太低的話 對農民沒有保障 所以他們進來的話 會把花生原物料一定會下跌的 這樣會直接影響到他們 還是不希望它進口 進口一定衝擊 一定衝擊的 因為 我們現在農民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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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 就是那個稻谷嘛 水稻的發生嘛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這兩行 你如果像土豆 就是大面積的 你就是 你如果進來一定是這些做產的 因為 現在物資都波動嘛 我們這些都沒什麼波動 你還進來 一定要倒的 那這個魚 你怎麼跑 跑起來都要 這樣啦 你就是 夾蒜頭的 這條四 都跑起來都幾 都幾 蘇豆田水的洋鄉 今年除200塊發起 都獨到六台語 尼蔥洋鄉 都反投鼠省 要整台片的反投田 台口有三分半案發 這台要兩年準備好數位 不過榜他來看啦 三大不幾粒 正常來說 在台口的世界 到台語親自的大三五十粒 那三分半那天 聽說要了解 這幾年有天災的變化 那個地瓜的價格比較好 又聽說養生 很多人就慢慢開始種植地瓜 一切成人多了 在台口發生在台中 有很多台港 都有對 那些人 但他們一定是否就是 臺灣的反投社會 繼續做到台湾的翻潮 在台湾當中 短短一年就收睹了一万顿 农民的土地煮安稻的 和种花风烟太上的粉条 近来近年各种家事行的粉丝 和运营当年各种酸的 也做了一种看种脈的有好处 做种脈的结果 早晚都要面对 土豆不能种 我们种别的农作物 干嘛一定要种土豆 价格又不好 对不对 我们可以转别的东西 比较有竞争能力的东西 去做就好了 这一两年里面 如果说土豆跟地瓜来讲 土豆一分地 差不多在三万左右 如果是地瓜是五万左右 最近这几年 洛阿森的这个栽培面积 是有逐年下降的这样子的现象 那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洛阿森它种植的产地 最大的产地是在云林县 云林县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八十 那同样的另外一个作物大算 主要的产地也是在云林县 那其实这两个作物在云林县 它是有互相替代 互相竞争的这样子的这个关系 国内的状态本来很主要对国外的经历 是用关系的拼押来管理 而它主要的经历会 包含英图、云南和阿森田 总国体力的状态 是在不准经历的 主要在资金系成立 价格管理办法 和国内的供应 是说的经历总国体力的状态 天初状态审则 日常在偏日外 政府因为在大当中的税 没有天初相逢 配额内的这个数量 一年是五千三百二十五公顿 那配额内的这个税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配额外的话 就按照它的那个重量扣税 如果是代渴的话 一公斤是扣四十二块 那如果是脱壳的话 一公斤是扣六十四块 所以它这个配额外进口的 这个税率是蛮高的 这些的产品就会利息影响 而且这些产品 我们是用关税配额保护的 可是你现在 因为只有经济试管理 这些保护机制都不在了 所以保护机制不在的意思 就是国外的农产品 这三项的农产品 就会利息受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几个产品 都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区生产 发生只有在云林嘉义彰化 当77条的持有禁止 释放去特别条例 在处案处方 清晨5条所谓的农产工车 与农民建议有关 复杖因为 其中从300条的产品管税下来 会打破管税的拼入资 实际到国内包含 饭头、饭头的同胞里 停电速度影响 除了在美国和韩国 像FTA没有在持有发的工厂 主要的生涯 将调到五十关税 牛肉的生涯 由于提出免贡献的农产品 和你生涯 但是台湾的持有禁止 是在以后做到的五十关税 因为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你用零关税进来了 因此食品加工业者 他就可以选择要用国内 还是用国外的农产品当原料 他一定是用所谓的便宜的农产品 来当他原料 因为食品加工里面的成本 组成最大的就是原料 像我们要讲究品质跟口感的工厂 一定会采用我们的生产发生 那当然在农民 他们一定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不可能说没影响的 对Q年表彻的台湾油瓶四千块钱 关于顺的富裕 当时应付贡献 如果年料本前提出 减持用菜梯反抬自由厂 做得懂辛苦 为什么说不买大陆货来做作用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发生 它所生产出来的油品 那个香气跟味道 那是绝对大陆的产品 没办法所比的 那可惜啊 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发生 它价位是比较高 相对我们的油品 但单价上面啊 在市面上也竞争的力量也比较薄弱 一个人要做一托车 很不容易的竞争 我做一个品牌 我一个人通路 但是最主要是品质 品质要做得好 但是态度快踢得下来 对外就加工来说 对外的受益很大 你还不是买贵的 虽然政府因为柴铁的饭头 等于轻转力 不过稍微说得很清楚 香港的港台省本 整个饭头听起来比较便宜 也没有学校税的 台湾本丹只有固定的食品 我会税的 比如说富裕 它年轻我会税的几百吨 香港的便宜的整个饭头好用 那么可能不会影响到贵山的饭头呢 很容易在处运的过程当中 它的脂肪酸会酸化 会裂变 那裂变了以后 就会有异味 所以其实国产的努力 不论是加工也好 鲜石也好 都是占有优势的 我们不怕国外来竞争 今天如果自由经济四环区 让国外的农产品进来了 那它在外销的时候 它会排挤到本来 这些是用我们国内农产品的原料来做食品的 所以我们算出来 对农业部门就会有216亿的损失 这一部分农委会到现在 都还没有跟我们具体做回应 对台湾影响清台的 还在吃惊喜的农产品 未来没有点MIT的表达 不过年了 是在大家尊敬的 曾经从共亚在加的MIT 未来和国内 没有一直讲 增加MIT的论证 政府没看到有一个问题 将用3T凝针来分清楚 你在假的MIT用国外的原料 那你又有这些租税优惠的减免 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可能会超过真正使用 国内的农产品当原料的MIT 所以这会产生两个负面的影响 一个就是对农民的收益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把MIT的品牌搞砸了 现在我们也积极在辅导 如何来区隔进口的产品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最近这几年 也辅导推动产销履历 另外我们现在也在筹备 要推QR Code 将来使用台湾原料的加工产品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QR Code 或者是产销履历 来区隔进口的产品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选择 这不是台湾 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 甚至以色列也是面临到这个问题 那怎么选择呢 我们是希望说 这两边都不是最好的 而且这世界本来就很复杂 没有绝对的好坏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 技术上的突破 贫团农产整个延期 未来没有在自由禁止施翻期 其中一类 加工产品 单单一六年 尤其在队地的农作 都天一级的加工 所有加车的长途 超过政府燃天的百分之三升 主要实质转型 共用的精巧也无聊 是会将台湾尊重四个工厂 又组得增加少年纪役 以茶叶最常听到的茶叶的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的茶叶都是高山茶 那一种便宜非常便宜在做饮料茶的那种茶叶原料的话 那个我们自己也不生产 所以那你高山茶那么贵的一个原物料 你也不适合拿来做茶饮料 所以那个部分完全都是就是从越南或从别的地区里面进口来做加工的 可是因为今天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条例 它是允许也让你那一些所谓的茶青或是没有发酵的茶进来国内 你再把它包装完之后你挂MIT你可以再卖到国外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这时候如果你是茶的出口商 那你同样是挂MIT的茶 你现在有便宜的茶青的原料的时候 你会用哪一个原料 普通小的那些 那种枪的精巧大家茶蜜加工之参 这种枪的价格是茶蜜都会受到影响 尤其台湾价格的达TEO高校 农体天天的头状变 效果在日间的增加 学校时香港资金系统过 台湾农业做成温水主管的 两岁吃的日子是否一来一带 这个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我只是我心里也是很怕 怕说万一真的过来要怎么办 不知道要怎么应付 但是我是想说农民的生活 已经过艰苦了 应该是要节制 不要让他们真的太多进来 还是我们道地的那一个花生 比较好吃 比较香 那事实上资金区的设置 跟没有设置之前 以落花生来讲 事实上是完全都没有改变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利用这个资金区 鼓励原来在国外加工生产的这些业者 进驻到这个示范区来 来这边投资 来这边加工 那让国人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条例的奠定 跟原来你要发展的经济的这个美意 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希望在立法院里面 是针对这个条例里面 如果是正面的 我们当然就支持 就让它过 但是如果是后面影响 而且争议太大了 我觉得不是删除 就是应该要排除 进驱后有着工法 我们做正面的外扑好业 台湾和水球进驱发展的世界 应用一款农业三村落 尤其是农业对生态繁金和文化 尤其是良食安全的贡献 也都没有办法用钱 算出来外扑好业 希望之前去没记得以后的 方向主要做到 重新来退路面上 没想象到金融和GDP 也将在全面的福气